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咨询 勘察设计 监理 施工 工融 融资等等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们的业主跟施工方签的施工合同 是整个体系里面的最重要的 为什么呀 他是给他实际干活的 尊重把这个活给他干出来的那个 对吧 而业主又处于体系里面的一个最核心的地位 好 那么承包商是我们施工的一个具体的实施者 也是我们一个合同的旅行者 他是具体把这个工厂 比如说路面或者路基 给他做出来那个具体的干活的人 好 最后呢 再来看一下叫做公路工程 施工合同旅行和管理办法 我们在进行实施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容易发生纠纷 发生纠纷的话 我们要去解决这个纠纷 对吧 以什么为依据呀 肯定是以合同为依据呀 但这个时候呢 又会发现各种各样的文件 它前后规定不一致 那么这个时候呢 该如何去处理呢 就是以最后发生的为准 就是谁是最后出现的 那么就是以谁为准 以最后的为准 对吧 你想想 证标通知书和合同 那么肯定是先发出证标通知书 然后呢 再去签合同 那么谁是最后的 合同 对吧 第一个呢 叫合同 协议书及各种附件 第二个呢 证标通知书 投标文件 项目专用条款 公路工程专用条款 通用条款 啊 工程上清单的计量规则 技术规范图值 以标价的工程上清单 和我们的一些施工组织设计 叫什么呀 叫斜中投砖 你往我斜里放砖 那么咱们就同归与尽吧 对吧 同归子弹 这个斜呢 就指的是合同协议书 中呢 证标通知书 头呢 投标文件 专呢 有两个专 一个呢 叫项目专 一个呢 叫公路专 大家想一下 公路的话 所有的公路 对吧 它都反 而项目的话 是有针对性的 那肯定针对性在前面 啊 项目专在前 公路专在后 同的话 就是通用条款 规的话 就是我们的计量规则 之后呢 这里呢 有两个规 对吧 一个呢 叫规则 一个呢 叫规范 先是什么 先是看规则 再去看规范 啊 好 因为你想 技术规范 它主要是干活的 啊 一些东西 而这个规则的话 是去算钱的一些东西 对吧 因为我们这个时候 主要是一般都是钱的问题嘛 所以呢 是先看钱 再看活 之后呢 这个子 就是纸啊 就是这个纸啊 图纸 然后呢 再是单 就是清单 最后呢 就是施工组织 设计啊 斜中投砖 同归子弹 好 来看这个题目 下列呢 优先解释是哪一个 斜中投砖 有没有 斜一书 没有 中 没有 头没有 砖没有 那就是同归子弹 通用条款 没有 规 有没有 有 一个是规则 一个是规范 对吧 以哪个为准 哎 以这个规则为准 对吧 答案呢 选的是地权项 好 分包合同的管理 我们来给大家先说一下 我们的现场呢 是发包方 发包方呢 将工程 先给总包 在我们这个公路里边的话 总包呢 它叫什么 它叫承包人 相对于我们的发包来说 它是承包人 总包呢 再将工程给分包 那么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的分包的话 跟谁有合同关系 它只是跟总包有合同关系吧 那么发包方的话 是跟总包有合同关系吧 那么发包方和我们这个分包之间 是没有合同关系的 好 来看第一个 对我们的总包来说 你要干什么呀 你要严格履行 开工申请手续 说白了 甭管是总包自己的活 还是分包单位的活 在开工前呢 都要去申请这个开工吧 填写这个开工报审表吧 谁做的 都是由总包来做的 所以分包工程 在开工前呢 承包人必须要填写 开工报审表 然后附有监理人审批的一些文件 由监理人呢 审查起是否具备开工条件 然后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呢 你作为总包呢 你不能只讨论自己的活吧 必须总包和分包呢 要承担连带责任 所以那应该将分包工程呢 列入这个工地的会议议程 好 第三个 和检查核实分包人 实施分包工程 主要人员和施工设备 那么这个呢 大家注意一下 啊 我们说发包人呢 他并不能够24小时待在现场吧 所以一般呢 是由谁啊 是由监理呢 来代表我们这个发包方 对吧 那么我们这个监理呢 在现场他主要对谁下指令啊 有合同关系的 就是发包方有合同关系的 就是总包吧 你说白了 监理呢 也只能对总包呢 下达指令 但是要注意一下 只要你在现场干活 那么你都要是我的监管 所以我们这里看一下 监理人呢 来检查这些情况 对吧 如果发现人员和设备 不满足要求的话 他会通知承报人 由承报人呢 来采取措施 是吧 监理呢 只能对总包下达指令 而且监理人 要对分包呢 实行现场监管 但是有问题的话 他不会直接找分包的 他是要由承报人 来采取措施 就是他去告诉重包人 啊 由重包人呢 才去找分包 好 再来看合同关系 发包人呢 和分包人 是没有合同关系的 对吧 他只和总包有合同关系 但是 我们作为总包呢 在进行分包的时候呢 是不能擅自分包的 说我们需要经过发包人的同意 所以呢 对分包和管理呢 主要是对分包工程的一个批准 没有经过发包方的同意 我们是不能进行分包的 监理呢 也只是跟承报人 有监理和被监理的关系 对分包人呢 在现场呢 不承担协调管理的义务 就说 在现场呢 我是对你的进行监管 但是有了问题以后呢 我是不会对你呢 进行一个协调的 我干什么呀 我均应当告诉承报人 由承报呢 再去找分包 然后由承报呢 对分包工程 实施全面的管理 承报呢 委托代表 对分包人呢 进行监管管理和协调 之后呢 再来看支付 我们分包人呢 如果要要钱的话 他是不能直接找监理人要钱的 找谁呀 必须要通过承报人 反过头来 发包方在给钱的时候呢 也是不能直接向分包人付钱 也是要通过承报人 人说合同关系 对吧 就是说发包方找总包 总包呢 再找分包 反过头来 分包找总包 总包呢 再找发包方 让我们说在 因为合同相对性嘛 对吧 作为发包方的合同当事人 就只是总包自己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们来看下面这个 变工的问题啊 经理人呢 也是不能直接向分包人 下达变工指令 必须要通过承报人 分包人呢 也是不能直接向经理人 提出分包要求 必须要通过承报人 旅行的时候呢 如果认为呢 自己的原因受到损害 那只能向承报人 提出索赔要求 好 这里呢 我问大家一个点啊 现在承报人呢 接到了分包方的一个索赔 对吧 如果这个问题 是发包方原因导致的 那我们来回到前面这个图上 人说了 分包人找总包去索赔吧 总包呢 发现这个问题呢 是发包方的 然后呢 总包呢 是要去找发包方索赔 问你要 总包以谁的名义去索赔 有两个选择 总包呢 是以分包方的名义去索赔 第二个呢 总包呢 以自己的名义去索赔 你看一下 以谁的名义啊 作为发包方的合同相对人 谁呀 就是总包自己呀 所以呢 在索赔的时候呢 甭管是总包自己索赔 还是分包方索赔 既然说我们找的是发包方 作为发包方的合同相对人 只有一个就叫总包 所以总包呢 用它以啊 自己的名义进行一个索赔 这个点 一定要注意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题目20年 发包方对分包的管理呢 主要提下来为 对分包的一个批准 经理人呢 只经理承包 对吧 对分包人呢 没有关系 承包人 负有全面的负责 发包方不能直接找分包人付钱 啊 分包人呢 也是不能找经理的索赔 只能找承包人 所以答案选的是A和C 好 再来看 下来说法中错误的是 开工前呢 承包人呢 必须要填报开工身表 啊 经理呢 收到分包的开工表之后呢 审查其是否去被调件 然后呢 批复开工 用到检查 核实分包人的情况 对吧 是由经理人检查 但是有问题的话 要通知承包人才去措施 所以递选项 实施监管 有问题的话 通知的是承包人 而不是分包人 答案选的是递选项 之后呢 来看一下工程的变工 什么叫工程变工啊 本来呢 我干十立方米的活 咱们就讲十立方米 现在你让我减少 干九立方米 是不是发生了变化 本来呢 你让我去修一个桥 现在说不修桥了 去修路了 是不是也算是一个变化呀 本来你让我十天之内干完 现在你让我八天之内干完 是不是有变化呀 所以只要有变化的话 其实就叫做工程变工 比如说设计变工啦 比如说进度变工啦 条件变工啦 以及工程量的变化 或者说出现了新宗的工程 这都叫做工程变工 那么工程变工的类型 一道多选题 第一个呢就刚刚说的 我们取消某一项工作 取消了以后呢 但是有限制条件的 取消的是百分之百的取消 就是真的是没有的 取消的工作不能由别人去做 什么叫工程变工 什么叫取消 就是直接呢把它给取消了 没有了 对吧 是不能交给别人去做 改变了某一种质量 或者特性 改变了某种基线 高层位置和尺寸 改变了我们的一些时间 追加的一些额外工作 就是只要有变化 重点呢 注意一下我们的第一个 第一个 好变工呢 不是随便的都要去变工的 我们有两种 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发博方想要变工 一个呢是承包方想要变工 对吧 每一种变工呢 它的程序呢是不一样的 首先如果是发博方想要变工的话 它一般是通过监理呢 向发博人呢 发出变工的印象书 对吧 告诉我们的承包人说 哎我们的业主呢 想要变工 变工什么呀 变工一些具体内容 以及呢 时间的要求 还有相关的图纸和资料 对吧 告诉他我们的业主要变工了 之后呢 接到了这个通知之后呢 我们的承包呢 紧跟着就要做相关的修改吧 紧跟着跟这个变工呢 做出我们相关的一些方案吧 所以呢 承包呢 要提交一些 包括具体的工作计划 措施 竣工时间等实施的方案 说我们如何去做 好 发博方 哎一看没有问题 同意 之后呢 我们的监理呢 就下达变工指示 这是说发博方呢 想要变工 之后呢 再来看一下 我们的承包人 如果想要变工的话 怎么办 他受到图纸和文件以后呢 认为存在 约定变工情形 所以呢 他要向什么 向我们的监理呢 提出一些变工的建议 比如说我们的依据啦 图纸和说明 提出建议 然后监理呢 要去跟谁啊 跟发博人 共同研究一下 是否可以变工 如果说变工的话 就在14天内 做出变工指示 如果不能变工的话 就书面答复 不变工 就是这两种 不样的程序 好 但是任何的变工呢 都要经过审批 啊 要分级审批 有一般工程 重要工程 和重大工程 对于造价呢 基本上没有影响的 或者属于小型工程 那么就是一般工程 如果对造价呢 影响较大的话 属于重要工程 影响很大的话 属于重大工程 重要完了是重大啊 好 那来看下一般来说 提出人呢 提出申请 啊 由驻地的经理呢 做评估 评估完了以后呢 由我们的总监 去签署 变工令 然后承包人 进行一个实施 所以那我们说 一般的工程的话 是要经过 总监的一个审批 来签这个变工令 好 再来看重要工程 重要工程的话 也是由总监呢 去审批 但是在审批之前呢 要走两步 第一个呢 要经过业主的批准 对吧 你总这个小型的话 我们的业 我们的总监呢 自己呢 就同意了 但是影响较大的 那肯定是要经过 业主的批准 同时 在批准前呢 先跟这个程度呢 协商一下 价格不超过业主呢 批准的范围 所以我们的总监呢 在批准之前 需要走两步 好 再来看重大工程 重大工程的话 也是总监的来批 但批准前呢 需要经过业主审批 但是业主审批前呢 也需要满足什么 要经过先取得 国家计划 主管部门的一个批准 毕竟呢 我们说公路工程呢 一般呢 都属于社会公用事业 很多时候呢 都属于财政拨款 对吧 所以呢 你这个时候呢 是需要国家计划 主管部门的批准 然后呢 业主才能批准 业主批准完了以后呢 再由我们的总监 去做批准 是从从去做的 从从去做的 好 变工的造价 收到变工指示 或者意向书 14天内呢 提交这个变工的报价书 然后收到这个变工 报价书的14天内呢 确定相关的价格 好 怎么确定啊 如果取消某项工作 不做了 那么肯定不给钱呀 那如果综加一个工作 综加的工作的话 我们这个标价的 工程上清单里边 已经有的话 那我们就直接用这个就行了 如果没有 但是有类似的呢 我们就参照 类似的就行 对吧 如果也没有类似呢 就双方呢 去协商 但是如果这个工程变工 是承报人的过错导致呢 哎 那就由承报人自行所赔 这个价格怎么来的 双方呢 约定 对吧 有约定 曾约定 好 那如果说有相同的 就按照相同的字幕来走 没有相同的 有类似的 有参照 类似的 没有类似的 也没有相同的话 就双方协商去做 这是什么一个 变工估价的一个原则 好 哪些属于呢 工程变工 第一个 没有违约的情况下 取消任何项工作 由发报人自己实施 取消就是取消 不能给别人去做 改变时间 改变位置 改变质量 增加工作 这些都属于 我们的工程变工 答案选择是 BCDE 好 来看一下18年 这个题目 一般工程变工 直接有 总监呢 来签署 变工令 即可 答案选择是 B选项 好 其中呢 包括乔一座 基础呢 应该是扩大基础 上部结构呢 为预制混凝 运力混凝土替量 在开工前呢 提交了这个 施工组织设计 并得到批准 合同规定 当变工呢 工程超过总价 15%的时候呢 应当与业主和承报呢 确定一笔管理费的 一个调整 其实这个的话 就说的是 我们这里呢 说的并没有特别的清晰啊 如果说这个费用呢 往上抄的话 一般的这个管理费呢 是要下调的 是吧 我们超过 往上抄 一般呢 是下调的 你赚的够多的 少赚点吧 对吧 如果说是 往下抄 就是少的话 降低这个工作 那一般的什么 把这个管理费呢 给他提高一点 对吧 就代表怎么办 哎 我们说是 你赚的有点少 对吧 这个时候可以多样 并且你前期呢 做好了准备工作了 好 在签发证实的时候呢 发现 变工工程的价款 累计金额呢 为302万元 假设呢 报价的管理费 为直接费的10% 业主和监力呢 承报人协商之后呢 确定呢 调整两个百分点 在其他工程内容不变的情况下呢 询问一下 工程价款呢 是如何 你看 累计呢 已经调整了302万元 对吧 这是增加的吗 增加的话 你要看 有没有超过15% 对吧 1500万 乘以15% 你算一下 应该是已经超过了吧 所以呢 我们说 哪些地方是不调的 应该是1500 乘以啊 1加上15% 这一部分呢 是不调的 多数那一部分呢 是要调的 最后我们现在看啊 超过15%的说 一般呢 就是下调两个百分点 对吧 他说好了吗 要调整两个百分点吗 这个地方属于增加的 增加的话 我们就下调两个百分点 好 那么哪些地方是不调的 哎 说1500 乘以1加上15% 这一部分的话 是不调的 我们我们有个经济里边讲过 啊 所以呢 因为是1725万元呢 是不调的 或者你算一下 1500 乘以15% 是多少 对吧 最后呢 我们来看啊 我们总体的变工金额是 1500 加上302 这是我总体的费用吧 然后呢 1725呢 是不调的 最后呢 总约 77万元 这是我们什么 这是我们的一个相关的费用吧 对吧 相关的费用 好 那我们来看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 问你调整以后呢 我们这个费用呢 是多少 大家想啊 那么在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时候的 我们的价格 是不是已经包括这个管理费了 包括管理费的话 那肯定是 我们已经有了这个直接费 成以相关的费率 就会得到这个管理费 对吧 那就说在这里的话 我们这个费用呢 啊 这77万元呢 其实呢 已经是什么 已经是管理费了 我们要算一下 他的一个 之前的一个基础 你说我们的 直接费 啊 加上直接费 成以相关的一个费率 就等于呢 我们现在的一个报价 现在这个报价的话 是77万元 这个呢 是我们的一个管理的费用 对吧 这个呢 是我们的一个直接的费用 直接费用 加管理费用 其实呢 这个直接费的话 后面回答讲 就是我们的人才机 对吧 人才机 加上管理的费用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报价 77万元 这个呢 应该是我们什么 应该是我们的一个报价嘛 对吧 77万元 好了 你这样一种 x等于成业 1加上10% 等于77 这样一算的话 x等于77 除一个1.1 对吧 最后呢 是70万元 你说我们的这个直接费呢 应该当是70万元 啊 我们把这70万元呢 做一下调整 就不是按照10%来走了 而是按照什么 而是按照下调两个点 按照8%来走 这一部分是不调的 然后呢 调的话就是 这是我们原先的直接费 对吧 乘以1加上8% 等于1800.6万元 先首先先算出来 哪些部分是要去调的 对吧 这个呢 是造价 所以我们要把原先的 这一部分的费用呢 给它求 原先的这个直接费来求出来 那这样一除是70万元 70万元的话 按照1加8%来求 我们的直接费和我们的管理费 对吧 这是我们需要去调整的一部分 最后呢 是这样的